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国民党还未确定谁来参选 亲密的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在国民党可能的几个候选人中 高雄市长韩国瑜支持度遥遥领先 不过有分析指出 韩国瑜刚刚当选高雄市长 背负着对市民的承诺参选的可能性不高 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 若采取全民调的方式 国民党可能参选2020的几个政治人物中 韩国瑜以29%的支持度遥遥领先 其次是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支持度为15.7% 前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支持度为11.1% 马英九支持度为5.6%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支持度仅1.4% 目前朱立伦和王金平已经明确表态参选 吴敦义则表示会等初选机制出炉后再决定是否参选 并透露党内初选一定会有党员投票 不可能只有民意调查 比重多少会请党内智库和专家研究后最后定夺 从今年年初开始 国民党内就因为初选提名机制 以及时程问题纷争不断 再加上吴敦义朱立伦和王金平等人的人气 以及各项作为都没有亮眼之处 让蓝营支持者对党内所谓的天王感到失望 转而对人气高涨的韩国瑜寄予厚望 即使韩国瑜已多次表示不谈论这个问题 但他所到之处都有力挺其参选的声音 不过有分析指出 国民党的初选制度还未确定 民意党意要各占多少比例也无定论 即使民意支持韩国瑜参选 国民党高层却不一定支持 另外韩国瑜刚刚当选高雄市长 背负着对高雄市民的承诺 参选的可能性并不高 也许更适合当一位俯选抬轿的角色 参选的可能性并不高